再来看到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今年8月举行的宠物公益市集 募集到1万元的医疗救助金 而基金会的创办人在募集220包的狗粮 捐赠给花莲地区共4所的民间收容狗园 希望能够发挥抛砖引运的效果 来协助流浪动物收容救助工作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8月份举办宠物公益市集 把当天市集所得10%捐作宠物医疗基金 基金会创办人张美惠还在募集了228的狗粮 捐给花莲地区有4所民间收容狗园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关心流浪动物的收容和救助的议题 我们希望串联社会的资源 让这些真的是非常有爱心 对于这个流浪犬猫收容的这些民间人士 他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帮助跟获得一些挹注 那当然我在其实过去这几年在县议会 那我也其实一直提出来 就是包含在催生动保知识条例的这个条文当中 也有提到县政府应该要来协助在这些私人的 对于流浪犬猫的这个安置 收容的这个单位的土地 用地的一个寻求可能合法化 或者寻找用地这样子的工作 那因为民间有这样的力量来做 其实是可以减轻政府单位的这个收容的压力 那透过民间的单位 他们都是自发性很有爱心的 我相信可以这样子来协力 秦海茅海驿站负责人徐泽宋表示 照顾流浪犬猫花费非常大 希望政府单位可以重视 现在秦海茅海驿站里面的狗跟猫的数量 加起来大概是600只 那基本上一天消耗的飼料量能 大概在160公斤 那所以说其实茅海的问题 茅海的数量如果说一直不降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社会上是绝对没有那么多资源 可以来照顾这么多孩子 让他们温饱 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限制 那我们还是呼吁说就是源头的控管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落实源头的控管 不要再衍生出更多的茅海 加入了流浪犬这个行业 张美惠强调花莲拥有好山好水 希望既有的流浪犬猫 可以在花莲得到良好的照顾 也支持源头减量来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这里会欢迎室报道